到滴橋了 现在市区好像在下雪 今天是2月3号 就是这几天以来最冷的一天 那这个是家行的蜘蛛报道柜台 可以在这边印机票啊 列印行李标签 还有像是你要选位置啊 变更位置的话 也可以在这边哦 好酷啊 成功了 可能它会感应到其他的贴 所以只能有他们的贴子 只能信息箱不能贴都只能 大家不是喜欢把那个贴子留在上面吗 耶 好累哦 我们刚刚终于把行李check in了 好有过年的气氛 上面都写着新年快乐 就是要进海关前啊 旁边有美食街 就是有Wendy's汉堡 还有Potro's Fish 就是在Richmond那家还蛮好吃的炸鱼薯条 加拿大特色产品 这个两盒9.9 还OK不会到很贵 它这边写省了2.1块 各种饼干 还有这些可爱的食品 好可爱哦 你站在市区买的纪念品变得很贵 改变食品 前面有柴神爷 可以跟你拍照吗 哦 确实 嗨 嗨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红包带耶 不用买红包带 真的我这边还可以买 这个机场卖的其实还蛮贵 这一瓶要6.5块 逛完化妆品去之后 接下来就是很多名牌 然后现在是过年 真的好多过年的装饰 中间有一个小桥 突然发现里面好多田哦 哇 都要鱼了吗 后面有Subway 还有AMGV 还有高级餐厅 这个高级餐厅 咱们 咱们 大家也可以早一点来机场 可以逛一下这边免税店 就你如果还有没有买到的东西 像是那种枫糖啊 枫糖饼干那些啊 不过我觉得机场其实比较贵 大家其实在超市买会比较便宜哦 那我们这次大家行 是因为加行比划 好像长龙都还便宜 那而且加行时间还不错 他是早上11点半飞机 然后到台湾是下午4点半 所以我觉得这时间还不错 就不用半夜出发这样子 然后凌晨到台湾 诶 真的假的 我们刚刚换到位置了 因为我们本来一个是在走到 一个是在中间 分开的位置 今天是用那个自动check in 所以他说如果要换位置的话 就要到登机口跟大家换啦 所以我们刚刚本来想说 应该不会有机会 别过了就换到了 耶 外面下雪了 看得出来吗 有没有有没有雪 有有有有有 看得出雪了 你看 像卫生纸碎碎在飘 很小的雪 在这里做运动 中间的走道 所以我这边出去像这时候就很方便 我们来看一下 加行有什么东西 然后一个枕头 这 这 这有什么餐点 多少钱 5.5块 生纸碎 太高了哦 对 失败 对我来讲太高了 失败 这样放在上面就会到 好像有点热了 突然发现在飞机上剪影片 好像还蛮有效率的 这一趟飞机我全程都没有睡着 所以就一直在剪影片 到了 每个人都要撑 一趟撑到 虽然加行时间很好 可是在飞机上完全睡不着 希望 只有你没有睡 只差 只有我没睡吗 车上的人都睡 不 车上 我睡得很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小小的分享 就是温哥华机场 还有加行 对 会不会有点空虚 反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拜拜 这次回来发现 桃园机场捷运真的很方便 可以搭桃园机场捷运到台北 或是高铁都很方便 这支影片应该是过完年了啦 耶